DXC2012 ICT Paper 1A MC第七题 这题当年只有25%效生答案 这题当年问了一个spreadsheet 一个冷字式 是Cell Format Feature 显示Cell A1有句句子 I am a Superman 它因为太长 就会被盖了B1那格的Cell 变成B1的内容显示不到 做了这些东西之后 A1那句话叫做Superman 就变成这样了 譬如这个字Superman 太长凸凸出来的 就包到第二行里面 这个第二行仍然在Cell A1的格里面 刚才问了究竟ABCD B一个就是Action Action的名字是什么来的呢 A Merse Cells 将两个Cells两个设算格合併了 这个就不是合拼来的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Merse Cells 合拼两个储存格 画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这里有两格 Merse 合拼了 变成一格 就和上面这个是不同的 B1 String Text to Fit 将这些字缩细 以至可以 配合到那个储存格的尺寸 看起来也有点似的 但事实上 这个也不是对的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真的用String Text to Fit 应该会是这样的 将I am a Superman 的Font Size 缩细 当然这个Special会帮你计算的 它计算得对的 整句句子刚刚是配合到 这个Sell的宽度 但也很明显 这个也并不是 属于String Text to Fit 因为这个 其实你见到是分了两行的 这里只是一行而已 接着看看C Row Height 将这个Row的高度 比如可能增加它 看起来都似层层的 我先给你一点点 因为事实上这个Row的高度 真是增加了 跟这个原本before的比较 after你做那个Action 是高了 但只是做这个 似乎又未足够 因为如果只是增加Row Height 这个情况应该会是这样 那句 I am a Superman 仍然会押上Column A,Column B 只不过Row的高度 就增加了 所以Row Height 增加它 是需要的 但是并不足够 所以 答案都很明显是D 加上Row Text 要将文字 包到下一行 而所谓的第二行 是针对Column A,Column A,Column B Row Text 基本上在Web Process里面 是经常会用的一个功能 当句子太长的时候 而长度亦是长过一行的宽度 多数力的字 就会包下去 Rap下去 下一行 所以答案 我是D for Dog